提起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功夫 不知各位看官印象中 最有趣的是哪一幕 但你知道吗 其中包租婆用拖鞋 狠抽周星驰那场 是星爷求了三次才求来的 对此剧组的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可以希望 这种报酬的机会越来越多 有些人就拉我 大力点 当年在拍摄功夫时 周星驰希望包租婆一脚 能由一位外表凶悍无比 气场强大的女武士来演 而原家班自然是各种翘楚 这部圆秋的师妹原局 就收到了工作人员的邀约 满心欢喜的原局得知消息后 死活要拉着师姐 原秋陪她一同前去 甚至还开出了让原秋 根本无法拒绝的条件 那就是如果你不去 麻将桌上永远三缺一 听到这话的原秋也不再犹豫 当即拉起师妹 就总没有一丝犹豫 毕竟这些年来自从吸引退圈后 原秋因为家产被前夫败光后 就变得无欲无求没有激情 每天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排桌上能一条三 所以当原局拿这个作为威胁时 原秋说什么都不能忍 没成想尽意外 收获了事业的第二唇 当时在片场世系的 是原秋的师妹原局 正当她专心致志的表演时 身后的一个女人 瞬间吸引了周星驰的注意 没错就是满脸不耐烦 已经接近暴躁的师姐原秋 因为等待的时间过长 让大姐大一度十分烦躁 只好拿着报纸 翻来翻去试图解闷 周星驰正是被这股 特殊的气质所吸引 亲自邀约原秋成为包租婆 但她没想到会让自己落入如此境地 据说当时开拍这场重头戏前 原秋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手 除了她是周星驰的缘故外 还因为自己没有过假抽的经验 一下之后便能看出端倪 这在喜剧之王的 电影片场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三次过后周星驰也没了办法 只好央求原秋发挥出真实水平 自己的脸应该大概八成能忍住吧 然而一拖鞋下去后 星爷发现自己还是轻敌了 这完全不亚于 当年冯小刚受过的委屈啊 冯小刚仅用一部电影 暴露了周星驰的真实人品 原来当年鳄鱼帮老大 受了这么多委屈 众所周知冯小刚和周星驰 作为中国电影圈首屈一指的大人物 二人随领域不同 却丝毫不妨碍他们成为好友 但这时想必就有人要问了 冯小刚频繁出现在 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 为何从来没见过 贺岁片中有星爷的身影 难不成真被网友说准了吗 2002年是冯小刚和周星驰 第一次有合作的机会 尽管当时只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小广告 但是也为二人的友谊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相见恨晚的两位之音 一拍即合 互相隐落 如果对方有优秀的电影作品 一定会毫无保留的前往支持 然而谁也没想到 将这个承诺放在心里的 只有冯小刚一人 2005年时冯岛在得知 周星驰要拍摄功夫时 还有请前往客串了一番 虽然戏份不多 但足以成为他演艺生涯中 最经典且形象的一个角色了 一句还有谁 仅用了三个字 就让冯小刚 在社交平台火到今天 甚至一度成为不少人的口头禅 而冯小刚的友情出演 也让周星驰的功夫 多了不少名场面的诞生 本以为这件事 会在重情义的周星驰心上 留下深深的一道印记 毕竟当时华表奖上 二人的热切交谈 在网友眼中 是私交甚好的象征 甚至冯小刚 还曾当众表示 周星驰是他眼中的天才 而天才呢 都是孤独不被人理解的 之后转头用一句 不厚道人品差 抹杀了二人之间 最后的一丝情谊 你比如说这个周星驰 他就有这问题 我刚刚我这个 他娘七号的收影 你能来给我帮帮忙 我说好 但是你看我收影 是叫他来说 啊我今天有事啊 这种事就维持不住了 是吧 这怎么 那不能是老我 天天给你帮忙 你不给我吧 因为有网友发现 在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开拍时 周星驰不仅没有到场站台宣传 甚至曾经的诺言 也随风消散了 冯导员以为一次两次是无心之师 但之后 长江七号自己的奋力宣传 在唐山大地震上映时 彻彻底底成了一个笑话 自那之后二人便再无合作 即便碰面也只是点头之交 可到了香港女儿梅艳芳这里 却成了求之不得的梦想 原来梅艳芳才是娱乐圈中 最懂喜剧之王周星驰的存在 谁也没想到 她会为了和星爷合作主动求演 甚至就梅艳芳宣布 退出歌谈的第二天 当时梅姐的歌迷和粉丝 还沉浸在之后再难见到 她出现在舞台上的悲伤之中 结果第二天就得知她要跨界 去周星驰的电影中客串 而且还是梅艳芳主动找到导演 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 可是在此之前导演已经决定 邀请周润发和郑玉玲来担任男女主 毕竟就连审死关的剧本 都是当初周润发一手促成的 然而谁也没想到周润发会 因为没有荡漆 从而舍弃了这部剧本 这样一来连带着 原定女主郑玉玲都成了问题 原来在发歌词演后 导演只好喊来周星驰救场 可郑玉玲和星爷的搭配组合 一度让导演 以及编剧众人眉头紧锁 二人怎么看怎么不搭的气场 让他们不得不再次考虑一番 这时女神郑玉玲眼看情是不对 立马选择了退场 给星爷的适配女主让位 梅艳芳正是在此时出现的 她表示只要男主是周星驰 那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在星爷深受人品争议时 也是梅姐站出来公开表示 自己对于周星驰 才华的欣赏和认可 甚至未能和喜剧之王搭习 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期盼 我自己也喜欢那部星 所以我之前说 我说原喜剧最主要是最爽 最主好玩的话 就是火花 我跟周星驰这件事情的感觉 很好笑 跟他玩很好玩 毕竟他们二人 一个以无厘头喜剧著称 一个潇潇洒洒 大大咧咧 实在符合了星爷 对于女主的要求 果不其然在电影开拍后 他们不断碰撞出火花 让观众们持续感受到 他们的魅力所在 可这一情况也引起 不少同行的不满 向来在娱乐圈人员极好 被人宠爱的香港女儿 为何偏偏看上了一个 不懂人情世故 还性格孤僻的片场暴君 但不论戏里戏外没艳芳 始终坚定地站在周星驰这边 这恐怕就是星爷人品的象征了